各位網友,大家好,香港幾分鐘,我是走心 早幾天東方日報頭版報導,接下來香港會有150萬人移民 根據最新民意調查發現,每5個香港人就有一個就離會移民 香港由2019年反中中運動開始,經歷了2020年差不多一整年的疫情影響 直到這一刻中央還未受控,令香港經濟陷入衰退困局 失業率創了17年的新高,超過7%,25萬人失業 但實際情況肯定比2003年沙士重要惡劣 因為現在很多行業,例如健身中心、桑拿、麻雀館、美容院 還有部分行業,是處於停薪留職階段,所以真正失業率應該超過10% 很多經歷過當年沙士的香港人,再經歷這次武漢肺炎 完全清楚明白特需政府究竟是什麼質地的無能廢物 百里那街,又不封關 無力控制疫情,經濟民生又搞不好 還要將政府庫皇傾斜向有關人士派遣 但就不理市民如何水深火熱 已經不單止令民怨沸騰 更加有部分香港市民對這個政府開始死心 再加上去年7月,中共強行在香港實施港版國安法 直接宣告一國兩制提早結束 之後香港人看著我們原本很喜歡的香港 慢慢衰敗和淪落,快徹底大陸化 更加令很多香港人對中國共產黨不再全幻想 再加上英國想重振國威,承著大部分民主國家都開始的反中勢頭 也在2020年7月推出BNO5加1計劃 擺明與中國對著幹 香港人只要曾經擁有BNO身份 都能夠用很低廉的價錢 變相移民去到英國,住滿5年就能夠入籍 所以當東方日報出了這個頭版 報導有那麼多香港人已經搞緊 或者接下來準備移民 這點沒有人會奇怪 只是究竟有沒有150萬人那麼多? 或者大家可以由下面講的事件看到 真的有很多人準備移民,尤其是移居英國 因為由今年1月31日BNO Visa開始接受申請 都必須要拿到由英國政府認可醫療檢測中心 所發出的廢結核檢測合格報告 即TB test,才可以入表申請BNO Visa 但是香港只有兩間英國政府指定的醫療檢測中心 分別是聯合醫務中心和卓健醫療中心 他們各自有三間及兩間診所 而在去年7月BNO5加1計劃公布之後 到11月底,英國公布有超過1萬人已經使用LOTR提早入境英國 有朋友亦在這段時間利用LOTR到了英國 他跟我說,雖然當時11月中預約做廢結核測試 TB test,只是今天打電話到診所登記 第二天就可以去做檢測 不過當日在診所裏面都要等了差不多2小時才到他召費 而他在等待期間所見,現場前後大約60-70人 有成50人都要用BNO登記做廢結核檢測 按這個推算,當時這間診所應該每天大約有260人做檢測 而聯合和卓健合有5間診所 即是每日有約1300人做測試 即是2020年11月整個月有3萬多人做了 但是3月25日探子回報最新的情況就很嚇人 簡直可以用極度渴求來形容 因為這兩間英國指定的醫療中心 現在廢結核檢測預約的排期已經排到7月中 而在2月份檢測人數單月超過4萬5千人 即是由去年7月計到今年7月底 已經做了和準備做檢測的香港人肯定超過40萬 但這只是移民英國的人數 還未包括移民加拿大、澳洲、台灣和其他國家的人數 由以上的資料得出 再看回現在香港局勢越來越催惡劣 將會有更多香港人會選擇移民 接下來就算沒有東方日報所報導的150萬人 但肯定都超過100萬人移民 而且還未繼在1997年由香港移民加拿大而拿到護照 現在回流回香港的30多萬加拿大人 相信這批人會隨著環境惡化而離開香港回加拿大 最終計算了就真的有150萬人離開香港 這樣看東方日報報導這條數就對了 好了這段視頻到此為止 請大家幫忙訂閱齋崔頻道留言 點讚和分享 再幫忙看多些廣告 多謝收看 拜拜